小白外圍的出手沒有投進 林素豪 這是一個高難度的出手 這個籃板球下來之後到得分了 沒有花多久的時間了 白耀誠也來一個高難度的circumpt shot 很大的問題 已經打了快十分鐘 只得到八分 林素豪這個球 有點誇張 小白這個球基本上難度也很高 一樣往裡面交 四號位有身高優勢 錢肯尼接應之後 拉桿出手 要到範圍 而且又是一個N1競算 錢肯尼露出了笑容 這是錢肯尼回歸可以帶給夢想加缺乏的這種 比較強悍的切入 不講理的打法 身體對抗之後 他還可以維持到一個很好的平衡把球投進呢 你說好奇球 好球 林塞奧 光顧的楊敬禮 再來投進這個中距離兩分 對 那阿米以為要做一個pick roll之後 立刻是同樣方向的一個中距離跳投 第三節比賽剩下兩分半左右 小白 下船 真正 球進了 好球 好球 第一次突破之後後面有人幫他清開空間 其實根據國王隊他們自己的急車統計 大概靈恆宇有百分之六十左右 都是透過這個戰術 哇 但是林疏偉打得跟泥球一樣 還是能夠找到莫羅斯 他最好的朋友 哇剛剛在禁區人堆裡面 林疏偉的這個變化自如啊 真的是賞心悅目 國王隊其實在整個攻擊上面 球員自己的創造能力開創性是比較好 他們不一定要局限於我打什麼戰術跟套路 對 十四比八的攻勢 轉換攻擊來了 抓到了Chris Johnson 哇 這球 其實 佳俊其實已經知道要往上面做RAU了 他已經往後面沈退了 但是還是沒辦法 因為丟就是這麼高 因為不會太急的去做到一個外圍的一個攻擊 後場被蓋最後三秒鐘 張震雅又退後的變化 張震雅自個帶球過半場 好球啊 對於自己一個進攻的時間 他其實也掌握得非常好 0秒出手幫助領航員 要到了24對22的超前 看有沒有推進的機會 看一下田浩 帶球推進 這個跨步進來 右手包進兩分 在第二屆這個押韶戰術成功 把工程師來到了54分 現在中場比數54比46 我們要請教育朋友稍微休息一下 稍微回來說 我們的中場講評時間 打到十多不是 我們要請教育球 小博 超竊 前後者拿到球 押時間 給莫洛斯 阿雷奕的空中补給 他說跑道借用一下 大汗飛櫻沉海包 哇 這一球事實上的在空中作業的難度很高 因為其實有防守球員之外 其實在這個接球的位置上面 在下落的時候其實還有一個碰撞 對 超瞭解比賽 他知道現在時間是工程師最大的敵人了 然後這個球又給你投進 林宿豪得分超過30大關 32分 這個三分球可能也會是決定比賽的關鍵一擊 這個是不是當年暴龍隊的一個集市感 把整個空間拉開 最後自己來投一個三分 但我真的必須要講 就是說林宿豪重點不是說他把這個三分球投進 你說現在12分的差距跟15分的差距 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差別 重點是他把現在最寶貴的東西消耗掉 是 教練的職教戰績勝率會回到5層 林宿豪 個人的帶打撤到三分線外 8球 這就是林宿豪的教職 球給你宿豪就沒問題 哇 從前一次發球的時候 就一直在對位李德威了 那這一次真的能夠成功了 謝謝 林宿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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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宿豪